王铁锤这盘棋下的实战是太精彩了 杨树林下到最后以为合棋了 铁锤微微一笑 无情的拒绝了他 我们来看这盘精彩实战 杨树林先走 摆了一个当头炮 铁锤马来跳 红棋上马 黑棋进足 红的出局 黑的出局 红棋没有汇聚过河 他先挺个兵 黑棋那就 左炮风驹 红棋上马 黑棋补象 红棋在这里突然走了一个怪招 选择了一手炮打马 正常情况下来说 开局的炮残局的马 开局炮比马的价值大 你炮换马 还让人家多出一步驹 肯定是吃亏了 但这里呢是互有顾忌 因为红棋可以出驹 拉住他这个五个狙炮 不能让这个狙点进来 压缩这个狙炮的空间 所以说呢 炮尔尽似 红棋上马 下一招呢 有一个冲兵的先手 黑棋呢 当做没看见 补一手试 已经做好 弃子的准备 红棋冲兵 黑棋 郊区一颤 郑重下怀 进局抓马 踩炮 打一将 你要是采掉 那吃狙了 他只能是补一手试 红棋呢 黑棋呢 把狙一吃 红棋吃掉 这个棋 黑棋虽然说少个子 但是呢 这边呢 拉住狙马 这边呢 杀个回头狙 他只需要把这个兵一吃 以后呢 再炮打兵 或者说先炮打兵 再吃这个兵 保持这个多足之势 应该说残棋一阶段 还是黑棋好下 黑棋在这里并没有把这个小兵放在眼里 他快速上马 以后呢 将进马 把这个狮子找回来 应该说走得一些着急了 红棋居高一步 下一手准备回马来对聚 那黑棋肯定是拆中炮 把马腿给他绊住 那红棋呢 先吃掉这个小竹子 黑棋在这里选择了一手足舞进一 这个棋 他为什么不进马呢 如果说你进马 来找回这个狮子 他有一个呀 高炮 扑住 死守 一时半会儿呢 你还吃不回来 这个子 你要是炮进一步 那他就可以选择 对手相 你拘吃 那他就用拘吃 这样交话完呢 双方局面呢 差不多 黑棋呢 不想这样讲话 所以说他选择了一手足舞进一 红棋 把中炮拆开 黑棋呢 就再踩个兵 红棋上马 黑棋回马 以后呢 准备回马 把这个马呢 还要吃回来 那红棋呢 飞象 你现在回马 他就飞个象 将你马腿绊住 那黑棋呢 在这里选择了一手退炮 你恰好呢 不能回马来对局 因为踩掉之后 因为踩掉之后 带将 红棋呢 就选择了一手平炮 黑棋平炮 准备得回这个狮子 那黑棋呢 高炮 打一下锯 黑棋 进马 红棋先来一将 脱身 黑棋 下势 红棋 再锯高一步 你这样的吃掉马呢 我拉着你锯炮 那黑棋 吃掉 红棋赶快上马 不能让这个马呢 往这跳 活活战斗 那黑棋呢 就选择了一手 宋卒 延缓他的这个 反击的态势 红棋 只能飞掉 黑棋 再回马 下一手啊 有个扣中将 抽拒 红棋 赶快 回马 黑棋 再平拒 你现在 不能吃 我一将 一跳 就要了命 他赶快呀 守住底线 黑棋在这里 可以考虑 把这个冰吃掉 免留后患 他呢 依然是没有 把这个冰 放在眼底 选择了一手 扣中炮 那红棋 赶快把这个冰 走开 黑棋 上马 他以为呀 再一跳马 这个棋就赢了 谁知道啊 人家 红棋 也走出一步 好棋 退炮 下一手 扣中一将 强行的呢 把这个炮 给你换掉 那现在 你如果说 来 采菊 那他呢 就可以选择 来一将 黑棋 补合式 红棋呢 再平拒 你未将 他就高拒 你恰好呢 不能平拒来叫杀 因为这边对着炮 所以说呢 走到这儿 黑棋一看 这个 炮 要给对掉 这个 已经是打不住了 他就选择来 说不是 红棋 亚中炮 要对 黑棋 在进马采菊 红棋 躲菊 黑棋呢 就足无尽 既然要对 那就也在找点补偿 中足过河 红棋吃掉 黑棋冲下去 现在吃着小马 红棋只能向他上马 黑棋呢 平拒吃相 红棋 高居 对着桌 他也不躲了 那黑棋呢 来一将 红棋 退居 继续桌 黑棋回马 红棋 也回马 黑棋 嫌美极尽 小足往下冲 高居桌 黑棋呢 来一将 还能垫居 躲这来 这个棋 如果说 你还来捉 平过来捉 那他那就继续逃 你这个鞠呢 依然是没有路线 你再捉 那他那就往这推 你又不敢来牵 现在踩着兵 以后呢 还杀着象 在这里呢 他选择了一手先飞象 象一下鞠 黑棋呢 进鞠桌 红棋在这里 走得非常顽强 挺个鞭兵 挺这个鞭兵 非常有必要 也可以说是 残棋呢 走得非常老练 我们往下看 黑棋吃掉象 那这样呢 红棋恰好上马 踩着鞠 保住这个兵 以前的兵要是在这 他一吃兵还吃着马了 现在他只能这样了 那红棋 进马 黑棋退局再捉 那红棋呢 就来一个对捉 现在马呢 没地方逃 只有对掉了 他选择吃马 那他也吃马 黑棋来一手飞龙在天 下一手准备把视野打开 敞开中路 然后呢 一族换双视 以后呢 再四季过去一个兵 就可以了 红棋先把这个兵走开 黑棋呢 先 请个鞭足 红棋把鞠出来 黑棋呢 落个视 准备撞他双视 那红棋出来 黑棋吃掉 红棋吃掉 黑棋如果说在这里 贪吃这个视 那红的呢 可以进居 先抓一下底视 你要来一将呢 我就上来 你这个底视 这个底裤 你敢让我拔掉吗 拔掉之后 给你请上来 我这个兵可是离的比较近呢 黑棋肯定要补一手 红棋呢 再退居 捉足 那红棋 黑棋呢 也在吃兵 他可以选择把足吃掉 他把这个兵吃掉 他呢 再把这个象吃掉 这样呢 黑棋虽然说 有一个足 给人家吃成光老将 但是呢 这个变足离得太远了 那这个棋呢 应该说变数还很大 所以呢 走到这儿呢 他没有选择吃事 很老练 选择直接吃兵 那一个底裤 早晚要给你扒了 不着急 那红棋呢 赶快各中一将 黑棋补个事 红棋呢 就进居 吃相吃足 黑棋呢 就平过来 吃兵 你现在要是吃足 他打两将 把这个事给你吃 你会扒 以后这个变足过河 一个小足子就要了命了 他选择 上市 那那就把这个兵吃掉 红棋呢 吃相应该说是一部软手 他应该赶快呀 把这个足扫掉 那你不吃 他就平过来保住 你要是杀相 他落个市 反而帮忙了 让人家敞开中路 你还变成一个地头剧 在这里他选择上帅 那黑棋这个相也不给吃了 飞相 红棋 去退一步 不让你这个小足以后过河 你这个剧要是走开以后 他可以进兵 来把这个足给你对掉 那黑棋呢 先冲个足 红棋 各中 黑棋上市 让你吃相 还不吃 进去吃足 黑棋过 再捉 再捉 你要再下去 这个足拱老了 黑棋呢 平过来保住 那红棋续黄一下之后 再吃这个足 你要是平局保住 他再退回来吃 那这样呢 双方不便和棋 红棋 黑棋在这里选择 放弃掉这个足 平过来 雕入这个市 那他赶快把这个足吃掉 黑棋在进居 红棋呢 进边兵 黑棋赶快 靠足 站住中路 上市 还选择 搞人家的对象 现在把对象 给人家搞没了 那黑棋呢 就赶快靠足 红棋过兵 现在形成啊 居高足 对居兵 单市 那这个棋 黑棋 红棋呢 就提合 而且呢 很 实相的 地上一个滑子 老闷 喝棋吧 铁锤呢 微微一笑 你是喝不到的 看我的鬼魅残棋 平足 他退回来 护住 那他呢 就捉兵 准备啊 把这个兵 先给他干掉 在残棋阶段 有个闲子 也不得了 他现在把这个兵 给他捉死 以后呢 还有少了一个 走贤棋的子 平过来 那他呢 把这个兵 给他干掉 来一浆 下试 退回来 这个棋啊 顽强一点的话 可能退回了桌足 更顽强 先打一浆 让他帅根 试分家 以后下足 我们呢 平过来 吃 黑棋 继续往下冲 以后 这个组 这个老将 一靠过来 吸住他的事 他选择杀掉 那黑棋呢 上个试 红棋 平居 黑棋 出老将 下一手 足战花心 就要了命 红的退居 黑棋呢 也退居 红棋 选择了 吃足 那黑棋 最后 吃事 也就锁定 胜局 你现在吃足 杀事一将 就把鞠抽了 那有的人说了 这个时候他不吃 他选择 江义军 能不能合棋呢 这个江义军呢 黑棋就可以选择 给你对鞠 你现在鞠散开 他杀事 还是要命 你要是把鞠对了 他就给你试了 你现在 下试 他吃了 你上帅 他落势 以后呢 足战花心 你进来 那黑棋呢 就可以等一招 你现在怎么办 你要是落势 他老将尽忠 吸住 底库一巴 欠行 困蔽 你再出来 他就可以选择退市 你进来 他就下试 你再出来 足战花心 你要是下试 他就进来吸住 你出来 他把你底库一巴 困闭 怎么样朋友们 这期下的精彩不精彩